接着接着讲 刚才讲了这个指数呢 它有刚才讲了 北美的老百姓 百分之八九十都在投资这个指数上 这个机构呢 都是投资在这个指数上 但是老百姓跟机构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说 这个散户呢 它就 买多不买跌 跌了它 就不走 或者走得慢 至于机构来讲呢 它就比较灵活 就是涨了它就卖掉 掉了它就买进来 就像我一样我一下子 九五年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我开始观察 我看到那个基金呢就是 它今天涨了明天掉了今天涨了明天掉了 那涨了一掉了那不就 没涨了吗 那我就说 我涨了我就卖掉了 掉了我就买了 当时呢我那个水平啊没有 现在这个高的嘛 以前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价格波动 涨了我就卖掉了 反正它的幅度不大 它涨上去今天涨了 然后呢 世界一关门我就卖掉了 然后呢它今天掉了 我今天就买进去 我就是这么的操作 简简单单 一年转过百分之五十 三十 三十其实我是保守的说法 百分之五十是average 就是正常的水平 就是百分之五十 你想想啊 这个投资呢我刚才讲了 你买指数不动 你能用百分之八九的回报 你能用百分之八九的回报 如果你买房子有百分之五的回报 那这个是这个平均啊 但这两年有点疯 就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有调整的 就是说从长远来讲 历史上的长远来讲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这文献是搞 我那个九五年九六年 我都一搞 这百分之五十回报 他妈这么容易啊 我说这个是 我来使劲去找 开始的时候我找人去帮我去代理投资 我说你帮我管啊 他说可以啊 每个人都喜欢你啊 每个人都喜欢客户嘛 我说你不赚钱能不能不收费呢 他说这没这个规矩 我们在加拿大 任何人他只要一做事情就输钱 管理长还好 第一还好 我说 我发现两点 第一点呢 不赚钱不收费 就是说你没做事情 没有功劳也要收费 我就说这一点不可接受啊 华人基本上都不愿意接受这种事情 我说我呢 不赚钱不收费 对吧 你看看不好你就走 你来好你就来了 然后呢 又能够赚个百分之五十 我天哪 我一下子想着 这是个好生意啊 到哪去找啊 我说巴菲特他说 我一看百分之二十四 我说二十四 那我比他高一倍 我总可以成熟富了吧 那天我一天自己想着这个 所以我说 我为什么写了书 就是我的巴菲特之路 就是我要逼他很多了 就是你是巴菲特 我要逼你巴菲特 还要巴菲特 我说 因为你一讲呀 这个没有杠杆的情况下 你每天就这么来回折腾 当然没手术费啊 你钱少的也不行啊 就是说资金量大的时候 又没有手术费 你每天就按照这个市场嘛 才有一年有两百天的嘛 就是工作日 当然就是除了假日 你总有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概率是对的 你一年赚了百分之五十四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一般人他没什么想的 因为那时候以前的时候 我在医院里面上班的同事啊 后来是那个 他最大的客户是一样的 他说我们 一群捐价管理理财 一年平均有百分之二十 我开始说百分之二十 我说这百分之二十不高啊 后来一看巴菲特是百分之四 所以也不高啊 我说那就我这个水平 不然是五十五十五十 那我说我说高数 后来我说来好 我帮你管购 管了两个账户 来医院的人 我来医院的同事都都来了 每个人哎呀帮我也搞了吧 你实际上这样 他放的那些投资 没有回报还掉啊 因为有两个投资客户 有一个 一个投资客户呢 他放了货务基金 投了一年多 还掉了百分之十 他掉了百分之十也不多的,但是他有些心童啊,他说我投资,我来赚钱怎么掉了,掉了百分之十,我说不要,没关系,我跟你搞,我三个月把人家百分之十搞回来,三个月就是每天就这么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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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回来,哎,他看到这个东西好啊,他们每个人就投资越来越高了,所以我跟他讲了,就是说, 这个买指数呢,是应该所有人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投资工具,这个没毛病啊,比你任何人买房子要强下去了,对吧,这是第一条,简单,没人自助,对吧,又没那么多麻烦,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其实呢,我这个视频呢有点这个目的性比较强啊, 就失望那些投资房地上那么多的人呢,投资指数,当然这不是投资我,我只是给你一个free advice,对不对,也让你减轻了负担,对吧,安全了,回报率高了,也没人搞你了,这好处确实是很多的,当然我也有目的目的,对吧,因为我就失望,我能够为大家的务目,对吧, 所以呢,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买指数不动,是我的第一个策略,我们那天跟某总就说了,我们60%的资金是可以用来买这个指数, 60%的,当然你是大指数,小指数就没什么意思,小指数你可以买的,不动就没人管你了,如果你玩了30%的资金呢,就是,现在有一个叫产品,特别的流行性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叫ETF三倍指数,就指数这里面,加倍,三倍指数,三倍指数呢,是非常捐业的人玩的,对吧,一般的人呢,就是你认为你有点经验,或者有3年5年以上的经验,你就可以玩三倍指数,三倍指数也是同样的原料,就是说,因为这个指数在这个波动呢,它是有方向性的,跟外汇一样的,你只是去看外汇那个图啊, 它是,它是方向性很强的,然而你有,有些你也会说是,羊群效应,要买的时候大家都在买,要卖的时候大家都在买,要卖的时候大家都在卖,所以呢,你要买三倍指数,刚刚讲了,一倍的指数,就是没杠杆的指数,这是稳的,如果不动,赚个百分之八,九,动就翻几倍,对吧,当然你要会动,一般的也要三五年的经验,对吧, 那有些人呢,他自己少的话呢,就是ETF,就是三倍指数,三倍指数这个情况下来,基本上呢,还是算,如果你有经验的话,是可控的一个状态,对吧, 因为很多人去买期货,一下就爆创了,一下就爆创了,因为期货呢,是二十倍指数,对吧,才是很容易爆创的,假比方说,我今天买那个刀金指数,回家纳斯塔的指数,今天纳斯塔的指数, 就涨到百分之三点多,三点多,你想想,三乘以百分之二十,就是六十,一天可以翻百分之六十,对吧, 你一天翻百分之二十,你慢起来,一个礼拜肯定有百分之二十,所以,我来讲了一个就是,第一,会有杠杆的,不动的,百分之八九,动一下就翻三倍,对吧, 如果呢,三倍指数呢,那就更多了,对吧,这个就是百分之一百了,我见识,你百分之三十吧,你百分之三,就是百分之一百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没几个人买股票呢,因为股票是不可预测性的,对吧,你也不知道他会, 有什么结果,报结果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就爆了,所以很多人都不买这个,但是现在这个三倍指数的波动呢,比大多数的股票都,都大,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我讲了,其实呢,我以前的时候,为什么呢,做给大家看,一个礼拜,就能够翻一倍,并且翻了几倍, 为什么一个礼拜翻一倍,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你一定要克服心理上的因素,精力因素是两个,第一个是恐惧,对吧,因为往往人们亏钱的原因是恐惧,对吧, 还有呢,就是贪婪,就是,多了以后他不买,对吧,他还想更多一点,所以呢,贪婪和恐惧是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呢,我就讲了一个办法,所谓的我的庄稼事项理论,庄稼事项理论就是说,你用百分之一的资金去批杀,对吧,就是说,这百分之一,丢了我就不要了,对吧, 这就是吧,我就是,有时候讲话有点,就是,要把黄金拉下马,怎么这样,写得一心寡,要把黄金拉下马,这就是肯定,哈,就是说,我这个本利不要了,那你反而能赚更多,对吧, 因为什么呢,你拉了这个就是,你就不害怕了,你假如比方说,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拿出来长一百点, 如果你把这个百分之一,我就顺着这个市去,一下子三四百点啊,那不就,这个百分之一就,就赚了好几倍了,对吧, 那你每天就是这么弄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就是稳的, 但是如果你把全部薪价,你只有那么多钱,你全部分到这了,那你就肯定是提醒吊胆的,所以很多人说,他说你以前,一个礼拜能够翻好几倍,那你现在,就怎么不翻几倍呢,对吧,其实翻几倍呢,就是说,用百分之一的资金,是很容易翻几倍的,对吧, 假如我一个礼拜,百分之一的资金,我把这个百分之一翻几倍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用百分之百的资金去翻几倍,那你就死定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是爆窗,就是这个原因,对吧,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现在刚才,我们那天谈了一下这个投资组合的问题, 百分之六十,对吧,买到这个长线,就是按照方向来,因为这个指数它是,方向性是很强的,你看到一周,看日线,按照每,日线去交易, 我就按照周,去交易,对吧,你每个礼拜交易,我就是,对吧,每天交易一次,我就是一个月交易一次也没有问题,这叫长线的,就是你不要去看那个风风淡淡的, 因为这个,这个古式呢,其实大家都不明白,它就是,我们古代有人说话叫风水,对吧,古式就是风,就是雨,对吧,是风水,对不对, 但这个风呢,一刮起来的时候呢,它是有方向的,对吧,特别是墙风,排风,它是有方向性的, 股市也是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呢,你就一定要看对方向,不能搞错,不能反了,就是熊市的时候呢,你买到,你就不用担心,对吧,那天天涨不涨,这方向来了, 听说有熊市的,你只是看那个日图,或者那个,周线图,它那个方向就很明确,对吧,它这个一卷弯,就是卷弯了,所以呢,你一定要按在这个方向来,来做,这是一个, 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按,所谓的,我们讲的,30%的这个捐业,对吧,投资,三辈子数,那你就要按照小事,来,对吧,小事也是一方向的,对吧, 然后呢,刚才讲的,就是,1%的这个,当然我们讲的,10%的钱,这个分配的资金,其实只用1%,在市场上,risk,但是呢,你要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能把10%的钱放到交易账上,那很容易就,卷力卷进去了, 如果你是把1%的放到交易账上,那你就,没问题,没毛病,比如说,你9%的那个,那个资金呢,你是放在, 其他的这个,银行账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账户账,是不能做这个,这个搞杠杆的,对吧,所以不管是,其实也不管是,你做指数也好,做商品池汇也好, 做虚拟货币比特币也好,做那个叫合约也好,其实,你能冒险的资金,就是1%,你永远不会有毛病,明白吗,但是呢,你要如果,有些人就想, 然后,那时候说,我买这个什么狗狗币啊,一下子涨几千倍啊,你那一千块钱,去买了一千,涨几千倍,你涨了就涨了,不涨了,丢掉有所谓,对吧, 这种就,就是,这个设计是比较安全的,其实呢,我们想了以后,我们就是说,能够,成个这个,成个这个视频啊,就是,做给大家看,对吧,就是说,啊,操作,啊,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有时候来不怎么看的,他就是,他今天假如说是这个样的话,我就,我就不怎么动,像我这个,上上这个,是吧,这个呢,是,刚才讲这个具体啊,刚才讲了这么多理论上的人,具体上呢,就是讲这个,现在呢,有几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是,一个,叫以色列人搞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做交易的时候,都是,封闭式的,就是,大家自己蒙着干的,这个平台呢,叫Social Investing,什么叫Social Investing呢,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告诉大家,广泛全部,就像那个直播一样,就是说,你说,我今天买这个了,好,他发了信息到所有的地方去, 就是,老当今天买了这个了,然后呢,你买那个,他就,每个人都知道你买那个了,然后呢,这个结果怎么样,这个里面清清楚楚,他就,就这样,我今天赚了百分之十,还是赚了百分之多少,对吧,另外呢,还有呢,这个社交平台是这样的,你可以根据, 所以,我的想法,我的这个账户,我有一个叫,叫Leading Account,就是一个,就是,就是,就是指挥账户,所有的人呢,都可以Copy这个,你说,哎呀,我就相信这个人,我就觉得他的技术好,他的回报不错, 他就Copy,确定,就是说,每个人的钱呢,就在这只账上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担心别人的钱,你也不要担心,我们取不住这个钱,也不能取钱,现在这个时代,简直是,就是,投资的,就是,黄金时代的话,最好的时候, 因为,怎么呢,一天的时候,你还要找禁忌,这个呢,他就不用找,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这个broker,就是,证券交易平台啊,都是把,一个账号,十个账号,什么Family,Friends,或者账号,都可以自动点出来,我这一点下,那所有的账号都做了,我那一点,那所有的账号都做了,你自己都不要动手就行了,你就看着, 所以,现在大家都可能这些事情都不知道,我刚才讲了,这样一个平台呢,你看,今天这个平台呢,有ETF,有比特币,虚拟货币,有外汇,有那个,这个有股票,反正,所有的金融产品,都在这个平台里面都有,对吧,呃,我公计啊,假不像说,赵长虹那个,比安特, 平安平台吧,他现在去,主要是做,虚拟货币,其实他也可以做,这个股票,指数,外汇,其实我以前是有个梦想的,因为怎么呢,要搞一个金融的交易平台,就像,纽约交易所一样,我觉得是,比安平台一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金融产品, 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在我们支持的平台里面交易,不会被那个什么,哪个地方说,制裁了,冻结了,你知道吗,现在人家为什么搞那个比特币呢,就是说,就是没有人可以冻结了吗,比特币呢,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 床钱,当然,有些人讲的话,资钱,就是资金资产卷移的一个功能,它的流行的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就刚才讲了,这个是以色列平台,它也上市,我发现它呢,也有,不秃的地方,对吧, 因为,怎么呢,它这些平台呢,跟,跟现在,上市公司,有个上市公司的平台呢,不一样的地方来的,因为它这个差价太大,你看,它是,就是,现在的很多交易平台啊,像,芝加沟交易平台,它是,非常非常小的差价,可能跟中国一样的,就是,百分之零点,多少吧,我觉得千分之一,那些就很多了,现在那个,税率货币平台, 但是,要把有些是万分之一,或者是多少是吧,但是呢,这个交易呢,其实呢,我跟你讲,它是手术费来说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啊,其实它的,它这之间的差价太,太大,对吧,它靠,就是靠,靠差价赚钱,另外一个平台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比较流行的一个平台呢,就是叫,interrupt broker,我那是在上面,交易了一二十年,对吧, 这个呢,就是那个平台呢,就是我在这里吧,就是这个平台,现在呢,我跟你讲,现在每个人都在把这个平台做广告,搞直播的啊,你看看,那些搞那个直播的啊,或者是搞YouTube的啊,那个自媒体的啊,他们呢,假如比方说我这个平台,我这个流量大, 客户都,假如比方说我刚才给他介绍,就像带货,哈哈哈,我就把他,我把这个平台推出去,对吧,推出去这个平台,我告诉他怎么用,怎么办,他就信我了吧,开个账户两百块,开个账户两百块,那收钱也,也不带货,哈哈哈,还好一点的啊, 但是关键问题是,你要能够为大家带来利益的啊,这个平台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就是呢,你这个讲这个,我在这个金融市场是几十年,我什么都做过,什么都摸过,哈哈,你看这里啊,你看他这个地方,这个这个,这个呢,一直还在涨啊, 那这个呢,他这种东西呢,是这样的,这个刀锦指数,我跟你讲,刚才讲到指数,我跟你讲一个什么地方,大家一般的人不知道的,刀锦指数呢,是指挥全球股市运动的一个指挥棒,像美元是指挥全球货币的一个指挥棒一样的,对吧,他这个呢,就是说,你看他这一户,一般的人,他是在,就是他一般都是, 在晚上的时候呢,他就搞,搞明堂,因为什么呢,晚上的流量小,对吧,他一下子,就是涨很多,一下子要去掉很多,大家看今天呢,你看这个,一长上来以后,他就一下子就, 就,长上去了,长上去的时候呢,一般人,在这个时候会去做空,但是呢,他不动,他不会让你赚钱的,他一直到,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要到了四点钟的时候呢, 关门的时候,他就要,要挤上去,叫憋空,憋空啊,就是要把你吓死,好像这个市场明天就,就是到天上去了,啊,这个时候呢,一般呢,我呢就,四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我就,反一个方向就,就来了, 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十大九吻,一般都是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说过这个,今天道经史书,他把,把这个市场压得特别厉害,然后呢,我就,先进去试一下, 那,我们晚上关门的时候,关门的时候呢,他一般呢,四点钟到五点钟之间呢,他就,四点钟,到六点, 另外,他五点,他这个休息时间,五点,到六点就,就不动了,到六点以后呢,就开始暴动,是吧,就是,要就是大涨,要就是大跌,啊,就是,就是搞瘤, 然后呢,你要说,今天爹长厉害了,那有些人害怕,还,还,还慢,到六点的时候呢,就,他说,卖下去比较厉害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平行而吃,冲上,然后,到晚上以后,反正都干不了了, 到天上天早上,每天早上,大家心情好一点了,然后就,嗯,就把它卖掉,啊,就说,如果没有,没有大好的消息的话,卖掉, 然后再反过往上,因为,关键问题是,你看我们看这个,刚才这个呢,是五分钟的,一般,我还卖过, 不是看五分钟的土,因为我就是,我就是,我现在做最练的时候,我就是,看一下五分钟这个地方, 但是我一般呢,会看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小时是这个样子,你看,这是小时头,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这个呢,你就不要轻轻妄动,因为,这个呢,你就不要轻轻妄动, 你看这个阵子呢,就是说,你看它,往上走的可能性还是,还是有的,对吧,对吧,对吧, 对吧,一般这个时候,就是很,鬼秘,鬼秘,对吧,就是说神秘, 那就,对吧,不怎么动,然后呢,你要看看这个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日线呢,就是说, 你看它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呢,就是说,前几个礼拜,天天礼拜都是掉, 你看这个礼拜就,你看这个礼拜每天都在涨, 到星期二一直涨到今天了,对吧,一般的人呢,就是涨一点就卖掉了,对吧, 但是掉了一晚,90%的人套嘴不出来的,因为大家都,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事情, 这个人呢,现在呢,有些人呢,是,现在就是说,从知识,现在就是, 机构来讲呢,他现在说用知识操作,知识操作呢,就是情绪操作, 情绪操作呢,也有十多年的这个概念,也不是说最近才用, 现在呢,不过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呢, 其实没有必要去,对吧,去管那么多,你可以,你可以就, 看一天的,一天天的图,对吧,像这种呢,就是图比较猛,对吧, 那你就让它走,但是总的来讲呢,你看它这个趋势是往下走的,对吧, 所以呢,你就,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要有货的话, 你就,可以抛,可以慢掉,对吧, 现在刚才讲了这个,首先是讲了这个,指数在这个宏观上的概念, 第二呢,讲了机构呢,这个投资指数,对吧, 用这个,呃,取货去指,对吧, 然后呢,就是,另外呢,最关键问题呢,其实来投资呢, 每个人要知道这个投资最核心的地方呢,是风险控制,对吧, 就是风险控制,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没有风险控制呢,90%的人呢,都是没有, 没有风险控制而失败的,对吧, 特别是做杠杆的,对吧, 你没有杠杆呢,就没事,对吧,怎么样,我们现在是就讲到这里, 了连轮吻唻网に足逐的地方, 对吧,我们现在的姐姐们接着这个方式, 创项主确 relacion就是的 with the